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还有痛 还要走还有我 朋友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 是在你伤心难过时陪伴你的闺蜜 还是考试时能cover你的同学 亦或是与你有相同兴趣的同好 今天我们就来讲 在儿童眼里朋友是什么样的存在 Selman是个发展心理学家 在之前的影片 我们提过他的角色取替阶段论 那这个友谊发展的阶段 其实也和角色取替的发展有关 他将儿童对于友伴的关系分成0到4 总共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属于3到7岁的儿童 这个阶段儿童还处于自我中心的世界 与朋友的关系建立在亲近度和短暂的利益上 因为他住隔壁 所以我跟他当朋友 属于4到9岁的儿童 他们的友谊建立在顺从自己身上 只要对方合理意 你就是我的朋友 诶 你那个玩具借我玩一下好不好 不要 不要是不是 我要跟你绝交 这就是我们国小阶段的学生 这时候他们终于了解朋友是包含双向的付出还有获得 但这时候他们还不认为友谊是长久的 所以并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这时候如果有什么比你更好看的东西出现 你朋友可能就跑了 诶 我无聊的时候你要跟我玩哦 这样你无聊的时候我也会陪你 大约是国小高年级到国中的阶段 这时的友谊已经是持续了关系 而且具有承诺的意义 因此战友欲也慢慢出现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国中容易有小团体的产生 15岁之后就来到这个阶段 朋友就该互相尊重 发展出了信任彼此的关系 可以说友谊发展的部分已经成熟 诶 阿敏你可以借我一点钱吗 可能没办法耶 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 哦 阿敏我借我钱 应该是他手头也很紧吧 不要为难他好了 朋友是少年到青少年阶段的重要他人 影响力甚至超过他的父母亲还有老师 因此对于其人格发展以及社会化的建立上 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以适时了解他们在友谊上面的发展 可以说是全人教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这个友谊发展阶段呢 其实他的年龄界限有非常多不同的说法 那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不一定在某一个年龄 你就可以发展到 Sellman所说的那个阶段 就像是很多人可能在15岁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到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时期 那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社会事件 就是朋友之间可能因为金钱纠纷啊 爱情纠纷等等而发生一些冲突 那总归一句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 互相尊重彼此 那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一个更友好的社会 对了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帮我的YouTube频道开了一个IG帐号 那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那除了会跟我的频道同步更新之外呢 有机会我也会放上我的一些读书心得 或是之前写的一些笔记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帮我按赞追踪一下哦 那不要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